第二次可燃冰失财成功 可燃冰被一些人寄予厚望 是科学家们预测能替代石油而存在的牛逼能源 但它的不稳定性也让一些人为之如虎 那么可燃冰到底是什么 可燃冰又名天然气水合物 是一种清洁耐用的新能源 主要藏身于深海海底和陆地的涌动途中 是天然气在高压低温的情况下形成的固体化合物 成分主要是甲烷 表面呈白色一点就照 可燃冰燃烧后会产生水和二氧化碳 污染程度远低于石油 煤和天然气 更可谓的是 可燃冰释放出来的能量是传统能源的十倍 目前全球可燃冰的存量非常巨大 是已知石油 煤和天然气总量的两倍之多 是国际上被公认的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品 可燃冰如此重要 完全可以做出一种战略资源来储备 那么我们国家可燃冰的存量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我国作为世界上动土储量前三的国家 具备可燃冰形成和储蓄非常好的条件和环境 我国资源部专家经过长达15年的勘探 预测我国南海领域有680亿吨的可燃冰 此外 在青海也发现了350亿吨的可燃冰 考虑到青藏高原还带探测开发 我国可燃冰的储量可能达到了世界第一 因为可燃冰是很好的战略物质 它的开采就成为了人们最关心的话题 美国 日本和俄罗斯早已投入了上亿元的资金 支持可燃冰的开采 但由于可燃冰身处的环境比较特殊 开采难度很大 没有高尖尖的设备难以触及到可燃冰 技术问题和开采成本 成了制约各国开采天然气水合物的瓶颈 我国在可燃冰开采方面 比发达国家晚了将近20年的时间 但令人欣慰的是 关于可燃冰的研究 目前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甚至在开采技术以及设备上还领先于发达国家 2009年 我国在青海七连山脉的涌动土中 开采出了可燃冰的样本 这是世界首次在中低维度发现了可燃冰 2017年 我国首次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 2020年 我国开始在南海的第二次开采 实现了重大突破 但仅是试验性开采 虽然我国在可燃冰领域进步很快 但依然落后于美国和日本 只因可燃冰开采的风险 确实令人为之如虎 可燃冰具有钢能量的密度 开采不当 就会造成大量甲烷气体瞬间挥发 而且甲烷温室效应 是二氧化碳温室效应的25倍 一旦开采的力度过大 还会引发滩陷 海底滑坡和海啸等自然灾害 谢谢大家